小狐狸 小狐狸 一款快速反应的跑步游戏 控制这个红色的小狐狸 在这个 六边形 所铺的道路上进行前进 一定不要走到六边形以外的道路上 好的 成功过关 这款游戏呢 非常锻炼我们的反应速度 如果你反应过期的话 可能会导致失误 如果是反应时钝呢 也是会失误的 可以随着这个 好听的音乐 看着我们小狐狸的声姿 穿梭于这个冬季的森林中 第一关是比较简单 紫色的是这个村荡点 绿色的话是给咱加速的一阵风 可以让咱们跳得更远或者跑得更快 好 游戏的控制是非常简单 只有左右两个方向 全功过关 喜欢 看咱们市民的朋友们 请关注手游户尔 第二关 带有岩浆的山区 每一关的音乐都是不同的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不然的话 咱们玩这个游戏 因为感觉到非常的重复性很强 容易疲愈 跳 这里的话说一下这个狐狸 在踩上咱们这个蓝色跳板的时候 踩上之后 在空中就可以改变方向 但是在空中并不会有那个 实质性的改变方向这个行动 而是当你控制了触碰这个方向的位置 当你落地的时候会自动改变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省去了咱们 在落地 再点击的这个自主拥有的地方 像这一关 非常的 就是时间比较紧凑 第三关 咱们来到了这个热带的岛屿 海洋桌岛 右侧 左侧自动过来 跳 跳 先右跳 鲫鱼尖 存上挡 每一关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这个水晶 就是会去冒更多的险 自动的增加这个难度 如果你要想走得安稳一点的话 就走一下这个正常路线 快速跳跃 水面也是由这个多边形来做成的 整个游戏 这是以多边形的这个画风 非常的有趣 成功莫关